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佩洛西窜台伤害到岛内的农渔业、食品制造业、建筑业等许多产业 对于绿营人士炒作美国出兵宝台洪秀柱痛斥 台独分子做什么春秋大梦 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都一致认为美国本身的活力 以及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不断的在削弱萎缩中 这是不争的事实 再加上美国本身内部的问题日益严峻 种族的冲突以及分裂主义正在不断的发酵 这些问题都是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 美国的执政当局为了转移他们内部的压力 只能把焦点转移到外部 也就是说跟中国大陆的对抗 洪秀柱批评 佩洛西号称所谓再次确认对台湾的支持 以及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 但却让台湾民众和相关产业成为最大受害者 佩洛西引发的风波让台海陷入空前紧张 但民进党当局及其支持者 还在以美方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自我安慰 甚至谎称解放军军演时里根号航母一直都在旁边保护台湾 洪秀柱指出 里根号只是护送佩洛西而已 美国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从没有保证会替台湾打仗 洪秀柱痛批 我们忍不住要问台独分子到底还在做什么春秋大梦 无论是在历史上或者法理上 两岸同属一中都是铁针针的事实 中国人自由我们自己的智慧 能够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事 不需要外国人来横加干涉 在台海燃起风火 任何想要借外国势力分裂国家的行为 最后必定是空击不着十把米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台湾的民众 一定要睁大双眼看清局势 中国的统一 民族的复兴 绝对是我们不可逆的大势所趋 感谢观看